大家好,我是咖哩樽Garry 今天終於要介紹年宵的新產品 終於正好了 這次是咖哩第四次放年宵 而這次我決定在銅鑼灣放 地點就是這個崩墟市集 英文名是reconnect mall 今年給我一次機會自己嘗試說 很容易去的 其實就是在time square 時代廣場 旁邊有尼姆台unico 再旁邊就是崩墟市集 它就是在波斯庫街 我稍後會再多出一段影片 教大家怎樣去 日期是2月5日至2月11日 一年七日,年三十晚就是最後一天 我會在二樓的A15檔 記不到那麼多東西 就去我IG看看詳情 這可以是一個跳舞的步驟 其實我每年都會加個新角色 因應那個年 但是我今年是沒有加到新角色 我想將我原本畫的角色去深刻化 就是將它更加立體一些去呈現給大家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上年都有的熱銷產品 基本上幾天就賣光的繪馬 這次我當然也有做 而且是做全版顏色的 雖然今年沒有加新角色 但是也有將一些魚牛的元素加進去 我上年會幫大家在下面寫新一年的月望 或者你想做什麼 或者想保佑你什麼 我也幫大家寫 今年我也聽很多人跟我說 你幫我寫完DXC加油 或者是入到大學 我也是入到大學 我聽起來也覺得很開心 其實它是一個日本傳統的許願版 大家就在神社裡買完之後 寫完之後就掛在神社裡 雖然我沒有這個神力給大家 但是把它掛在書桌或者床頭 看著你都覺得自己真的 什麼 心願成就 心願成就 心願成就是日文來的 好像心想事成 日本的神社除了有繪馬之外 當然就不少御手 今年就做了兩款 也是第一次做的 第一個就是富士仔做主角的御手 上面寫著早日回鄉 這個是我今年最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可以去到日本 我真的很痛苦 政府幫不了我 希望求天可以幫幫我 這個是一個旅行御手 後面有寫 是超級可愛富士仔的御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富士仔的故事 他是富士山化身成的精靈去旅行 但是當他去旅行多都想回鄉下 但是他現在滯留在香港 回不了鄉下 大家幫幫他 買他回家 另外一個御手就是保佑愛情 因為有咖哩都非常缺乏愛情的關係 我都是要做給自己的 這個戀愛御手當然是阿龍和阿珠做主角 前面就有阿龍和阿珠 後面就寫著 總之他們關於這些愛情的御手 後面都是寫這個 而不是寫什麼戀愛 最特別除了用龍珠做主角之外 就是那個細節 上面的櫻花都是我畫的 裡面就是一個珠鼻 外面的花瓣就是阿龍的腳印 而組成的一個花瓣 前面是阿珠的粉紅色 後面就是阿龍的綠色 有拍拖的買了它回去 就可以幸幸福福 沒有拍拖的 可以盡快找到你的另外一半 找到你的阿龍或者阿珠 以下的產品就是會以角色來分類 第一部分我們先講阿龍和阿珠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出過電話殼 去年只出了一款 而且我自己的角色的電話殼 應該是年齡差不多兩年沒有出過 所以這次一口氣就出了三款 登登 其實這次的電話殼是以歌曲來做一個主題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一隊樂隊 叫做 Your Asobi 他們就是把小說去音樂化 第一個就是銀河之修理工 其實阿龍和阿珠的故事 本來就是講他們兩個 是很不同的生物 和他們的性格都非常不同 但他們的相遇是一個奇蹟 而且他們的相愛更加是一個奇蹟 因為慢慢拍拖都發現 兩個人要互相喜歡大家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而且他們兩個其實心底裡 都有一個部分很怕受到傷害 所以其實他們的一齊 是好像互相救贖了大家 很適合去演繹銀河修理員這首歌 這次的電話殼設計 我弄了好像一個音樂 player 中間那個時間軸 其實拉到那個時間 大家就可以去聽我最喜歡的那句歌詞 就是最觸碰到我那句歌詞 就是大家可以在個Player 跟回這個時間軸 去移回那個位置去聽歌 阿龍和阿珠的電話殼 是有兩種顏色給大家選擇的 就是阿珠的粉紅色 和阿龍的薄荷綠色 所以如果是情侶殼的話 大家就可以一人買一種顏色 而且這個殼會透到 自己的電話本身的顏色 而且摸上去是磨砂的質地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會發黃 除了電話殼之外 還有還有AirPod套 這次的AirPod套是透明的 因為我覺得透明很漂亮 而且比較絕得實的AirPod 沒有那麼容易脫掉 一樣都是用了這個歌曲的主題去創作的 AirPods 1、2代和Pro 都是有整理的 即是所有款都會整理所有型號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上面就有Title 下面就有阿龍或阿珠 還有這個殼也會送一個扣給大家 我現在用AirPods Pro 主要都是這樣勾出去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中間還有一個小吊色 這個就是阿龍和阿珠的金屬吊色 其實它是一個這樣的鎖匙扣 它是獨立買的 分開買的 它就是阿龍和阿珠抱著 然後有一個深深的形狀 我就把它拆開了這個扣 然後就勾到AirPods Pro 超級漂亮的做出街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都可以兩個買完 然後自己這樣勾下去也可以 說到金屬的鎖匙扣 當然不少得PIN 今年終於推出了阿龍和阿珠 第一個金屬扣針 這個PIN 跟銀河系列沒有關係 就是以牛年來做主題 這個就是阿龍穿了一個 好像乳牛妝的物體 然後中間拿著一個深深寫著一個日文 LOVE 就是LOVE 然後其實它是對著阿珠 阿珠就在扮一個招財貓 上面寫著福 還有千萬兩 寓意大家可以賺多 基本上這個東西 是已經包含了愛情和錢 兩個都可以在手中 有上年買過PIN的朋友 都會看到其實那些油漆的位置 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這次都是不例外 最後一樣阿龍和阿珠的產品 就是這個斜背袋 因為其實我前年第一次出這些袋子的時候 是大受歡迎 到今時今日都還看到有人在背著 多謝你們 今次出了一個黑色 好像比較白搭一些 還有男女都會比較容易carry 就是用銀河系列 但其實他們的圖是不同的 全部都是獨立貨的產品 所以都不會重複 今次這條帶是可以調校的 即是你高又可以揹 矮又可以揹 中間就是一個磁石的趴樓 所以就不怕那麼容易壞 因為其實我很怕弄拉鏈那些 拉兩拉就壞 所以趴樓我自己會喜歡多些 還有可以裝多些東西 這個size 基本上就是裝到 即是電話加Air port 再加上紙巾 口罩 消毒東西 是完全沒有問題 即是基本的需要都可以放進去 下一個要講的就是另一個人氣王 富士仔 首先又是由電話學開始講起 這個圖案是富士先生拿著富士仔 周圍是下雨 但是他們擔著那把傘 其實是一個藍天 那這首歌叫做 《不一樣的藍天》 其實他本來這首歌是講 異地戀的 就是講一個男生 上去東京為夢想而拼搏 那個女生就留在他們自己的鄉下 他有一句歌詞是很觸動到我的 大家都可以拉回那個位置聽 如果一個人為夢想而去追尋 去努力的時候 即是你身邊有一個大家喜歡的人去支持你 看到你這裏是你努力的痕跡的時候 我聽到這句話 就這樣幻想我都覺得很感動 當然事實上我現實中是沒有過這樣的人 是 所以我自己有另一個解讀就是 雖然可能你現在過得很辛苦 現在的天氣是龐沃大雨 行雷閃電 但是其實只要你記住 還有一個人是支持你的話 其實去到哪裡都可以是一個藍天 所以這個是令到我可以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的一個原因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記住這件事 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身邊一定會有人可以幫到你 以及支持你 當中他也有AirPod的套 只有一款 就是富士仔和師兄 師兄是一個新角色 在AirPod上 富士仔就將這把晴天的傘 去幫另外一些人 就是好像將這一份關心 將這個行動由自己延伸下去 可能我受過某些朋友的幫助的時候 我都要懂得去幫助我的其他朋友身邊的人 就是你一些小小的舉動 其實可能已經是幫到你的朋友都不定 所以我想將這個訊息 是放入在這個電話殼和AirPod上 還有這個AirPod 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上蓋其實是下雨的 意思就是當大家去打開AirPod殼的時候 好像將那個雨停了 然後再拿你的AirPod出來 去進入你自己的音樂世界 好了 還有他們也有一個這樣的奢侈一代 跟剛才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是白色 我在這裡解釋一下這位是哪位 它就是叫做菠蘿仔與師兄 其實它就是代表屯門的菠蘿山 是在富士仔來了香港之後 而認識到一個新的朋友 因為其實菠蘿山是可以看到飛機升降的 其實當它看了這麼多年的時候 它就很好奇到底那架這樣的飛機是飛去哪裡 所以菠蘿仔就連隔壁的青山 就一起化身成為精靈到處去看東西 那為什麼它不叫青山呢 因為我覺得青山就是C H I N G 即是清 不如叫它師兄 所以它的名字就是菠蘿仔與師兄 那菠蘿仔呢 今年也有出篇了 沒錯啦 就是只菠蘿仔 沒有什麼特別設計 就是菠蘿仔 但是因為 Less is more 就是一個最簡單的菠蘿仔就是最可愛 所以這個呢 是很有趣的 扣在哪裡都可以 弄得它很小顆 扣在袋子 衣服都不會覺得很奇怪 另外呢 去年是出菠蘿山的 說到菠蘿先生呢 就是菠蘿仔 扮成人類去上班賺錢賺旅費的一個角色 但是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賺了些錢 去不了旅行 他很抑鬱 所以呢 今年就弄了一個 我想去旅行的系列 那菠蘿先生呢 這個呢 是拖著一個行李箱 那個行李箱 就是太陽君 就是抱著行李箱的 而他手上拿著機票 是寫著NRT 即是成田機場 大家自己買實物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個細節 還有呢 其實我說這些角色通常都沒有頸 但是為什麼他有頸呢 是因為他真的等到頸都長了 另外呢 富士山就發現 你賺了些錢 拿著機票 拿著行李箱 都是沒有用 因為不讓你飛的關係 所以他就決定自己 做了一個飛機翼給自己 一飛沖天自己飛去外國 那機翼上面呢 是寫著Hong Kong的 還有他的衣服寫著Tobo 即是飛霸 Lets Fly的意思 好了 之後要介紹第三個電話殼 就是我剛才都說 我的創作靈感呢 是來自於這個 Your Asobi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 沒有畫畫 沒有畫畫了很久 而是因為他們的音樂 去鼓勵到我去畫畫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激他們 那我就為他們畫了一個 這個《鶴》 又是有兩種色的 一個是粉紫色 一個是深藍色 男仔女仔用都OK的 首先這個圖裡面 其實包含了幾首歌 第一首就是《群青》 群青是說畫畫的 一個奮鬥的故事 所以這張是騎著一支畫筆 但同時他也感受到時間的壓迫 所以這個太空裡面 是有很多個時鐘在飄浮著的 就是隨著你一年大過一年的時候 就會覺得時間越來越少 就是一天24個小時都好像不夠用 還有不知道怎樣去追趕 就是好像別人已經走得很前的時候 你怎樣去追到別人 那當然我知道其實 我要追的只是自己的步伐 就是我只要超越自己就可以 但是心裡面是有一股不安 是跟你說時間只會越來越少 然後你要怎樣去做得更加好 怎樣去追趕別人的水平的時候 就是這個是表達我內心的其中一個不安 而那個鐘上面的時間 就是我群青裡面 最喜歡的那一句歌詞的時間 而右上角 這裡有一隻單身狗頭的人 跌進去就是他們的名曲 Yoru ni kakeru 單身狗頭的這個男仔 他是拿著一束花的 而這束花是我特意找了一束花 叫做 Xion 花語就是忘記不倒離 還有是追憶 它的花是紫色的 但是這個電話殼的圖 實在是太小的關係 所以我就在AirPods 直接把它們放大了放下去 首先就是有群青的AirPods套 Yoru ni kakeru 這個就是弄了實色的 而它上蓋那裡我是弄了一隻手 就是好像當你下序的時候 有一隻手去捉住你 捉住你那個人 其實未必是你的另一半 可能是你的朋友 可能是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自己 去把自己捉上來都不定 其實下面呢 顯示的這首歌 是第三首歌 是新碟裡面的新歌 叫Encore 純粹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好聽 所以大家都去聽一下 最後要介紹的就是 咖喱章與朋友的產品 就是每年都有出的筆袋 因為筆袋真的很好用的 它的質地是很厚實 真的可以保護到裡面的東西 我現在都是用上年我出的這個袋 去裝我的一些攝影器材 今次就是製了Curies and Friends 有了我不同的角色 再加上乳牛的Pattern 去迎合今年的年份 另外這個圖案也製了珍珠奶茶袋 很久沒出現過了 我第一年製了之後就沒有再製了 因為我最近都喝多了珍珠奶茶 所以我覺得自己都很有需要拿著這個在街上 而且質地是比我第一年推出的 現在這個是一個比較防水的物料 到時年宵的時候 產品都會跟回一張Story Card 給大家說回創作的背後的小小意思 這次年宵我旁邊都是我的朋友 扁鼻妹 他們兩個都有畫了一些新的閃卡 去給大家扭的 這裡就不展示給大家看 到現場你就會知道了 另外我自己也有一個 來給大家抽襟襟襟襟 襟襟的公仔 就是我新的WhatsApp Sticker 的公仔 就是牛年的WhatsApp Sticker 未下載的話 去下面info box下載 到最後很快給我講兩句 其實我對於這次年宵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安的 因為我第一次在港島擺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來這麼遠找我 其實雖然真的不是很遠 就是說你在尖沙咀都是搭幾個站就會去到 而且他真的在銅鑼灣的使用心 非常之容易找在地鐵站口走五分鐘一到 但是我還是很擔心 因為始終是第一次沒試過 但我又很想挑戰自己 那咖喱約定你在二月五號至十一號 在銅鑼灣波斯庫街的崩墟市集 二樓A15檔就是咖喱的了 其實崩墟市集就是這個年宵是有三層的 三層都是他們來的 那大家是可以來找我 那當然就是 詳細的地址、日期、時間、有些什麼賣 這些產品的產品的相片 我都會慢慢upload回到Instagram 那大家就去follow回去吧 我們到時見 拜拜